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看到這個4K的四廠附回GD裝備上面 那現在4K電視的品牌當然不只一個 除了Zony以外 大家都在做 但是這個已經的差別在哪 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 還好它可以關掉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掌握 如果沒有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 這邊的房子 這是沒有的 所以 你如果 買的是沒有資料附近插進去 這樣的4K電視 但是它補75%的資料進去的話 你看到的只是放大了還不回去 它不會像4K 好結果呢 結果呢 這個 做了資料附近超級量處理以後 看得清楚嗎?如果看不清楚的話靠前面來 它那個塑造這邊 好 關掉 浮了 對不對 現在你那個距離你就沒有辦法忍受了 好 對不對 對對對 這樣子對不對 還可以位更強 它還有手動 我剛才不小心給它調一下 可是這樣 還可以再對一點 還可以再對一點 好 這個其實是液體適用的東西 是液體適用的東西 我現在繼續讓畫面好 我們 我們再繼續玩 好 好 這個也可以來做一下提交 如果沒有的話就 如果沒有的話就 好 這邊變得那麼複雜了 然後這上面的屋啊 也可以注意一下 好 有沒有 是不是質感完全不一樣 好 好 這是我的挑創性的瑞華 好 因為他會認識它是什麼 他會認識它是什麼 他會認識它是什麼 他不是單純的做瑞華說 瑞華說一定要容易做 好 手動是這樣 你如果覺得自動太強 或者是太弱 那你可以從手動這個力量去切換 手動的話它還有強度 比如說這個減低度對不對 它現在標準值如果在75 我可以再往上拉 它會越來越銳利 對 這樣子最大 那你如果覺得它那樣子 太銳利的話 你也可以讓它變得 這樣子的話就幾乎是整個關掉的狀況 所以這調到最大 所以 電子機其實是我的啦 可是很少人會去調 所以說死亡 嗯 對啦 要看我們什麼 好 好 所以說 這個就解決 剛剛我們一位貴賓的疑問了 就是說 我們現在啊 沒有4K的 但是如果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像4K呢 那結果就會是這個樣子 結果就會是這個樣子 得到 我們現在是這個樣子 又說 我們現在是等於 有些認識